重案六组七位演员金西 有人发福不感认有人事业在翻红 第一位 王倩 出演季节后让王倩一夜成名 还被很多观众称为最美景化 在丈夫徐庆东离世后就消失在娱乐圈 如今王倩微微发福有点大变样 第二位 李承儒 早年的李承儒在八十年代就开上了奔驰 生意失败后李承儒也就重回演艺圈 剧中演的曾志强也是十分经典的角色 后来凭借犀利的点评风格吸引了大批粉丝 第三位 张潮 张潮饰演郑一鸣后事业一炮而红 也是为数不多的从第一部演到第四部的人 离婚的张潮娶了小自己二十岁的演员艾莉玛 如今张潮也带着大女儿一起参加综艺 第四位 董勇 在剧中饰演的眉清目秀的江汉 此后董勇就成了刑警专业户 47岁那年董勇有了自己的女儿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十分幸福 第五位 高荣 饰演的白玲青春活泼十分惹人爱 可惜在剧中最后还是壮烈牺牲了 如今高荣很久都没有影视作品出现 第六位 孙飞飞 孙飞飞当时饰演的田蕊年轻又漂亮 后来也出演了很多影视剧 可惜孙飞飞的脸越来越将以赴演戏 如今的孙飞飞和年轻时相比 简直换了个人 第七位 容卓 在《重案六组》中饰演的孟佳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被观众称为最受欢迎的女配角 转型做导演的她 自导自演了处女作《蓝色白着裙》 如今容卓也很少出演影视作品 《重案六组》已经播出了22年 你最怀念哪一位演员呢